所以读书做事要求圣洁 要搞清楚都明白到底在哪个界面上 还不能就是好像文言文 说着说着,做着做着 那后面是不是如此呢 这就是,这个差之好理 是吧,是吧 这个什么 六一千里 对对对 就是差那一丁点都不行 你有没有这么严格对自己啊 有啊 真有加油 真的 真的 下礼拜还跟你讲说,要你这礼拜带人来工修 你就没带了,你还说嘞 哈哈哈哈 是不是 下礼拜你不是说你要去度人了吗 没有 度了没有啊 没有 他说我度了好多 多少 好多 到底是多少 好多是多少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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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他摆个手势,你以为一百对不对 一百个啊 没有 那多少 一个 哈哈哈哈 他怎么没来呢 哦,他说要考虑 还没来 哈哈哈哈 一天死守着这一个,对不对 然后拖一个月以后 他说我还是不来 一个也没了 零个 哈哈哈哈 是不是 一下子 一百个 是吧 数字游戏 是不是 一半吧 五十个也好啊 是不是 也许吧 但是啊 这是我要讲的 人的一生中啊 最怕最怕最怕就是不动 你知道吗 因为不动 不动嘛 有没有变呢 还在原地踏步 就不会进步嘛 那不会进步 会有后面的结果嘛 不会啊 那不会你预期将来有结果 那不是背道而驰嘛 那你现在在干嘛呢 那不是浪费时间嘛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所以不管怎么样要动起来 不管怎么样 就是 今天 要吃中饭 要问自己今天有没有 有没有做有益的事情 你真的如果 如此的去做了 我告诉你 真的会瘦的 有没有懂 有 你不想减肥吗 我这高级幽默 你是要半天 你听不出所有人来 真的是 我这高级幽默是说 你没有做到正事 你要吃饭都不可以吃啊 所以你会减肥 所以你才会瘦啊 然后我刚刚讲讲 他说对 对 什么对 你要说我是保持一定的身材 不会瘦 因为做你该做的事 是不是 该吃你该吃的饭 才对吧 什么叫你减肥 谁叫你减肥 谁叫你减肥 对不对 上课听我听清楚我讲课你知道吧 啥啥的味道 谢谢 谢谢